是黃線河和你看天氣 我們一起去日本看看 一股不合時令的溫暖氣團 昨日影響日本 氣溫變回夏天 德國城市升到20度以上 部分更加打破紀錄 東京的氣溫升到23.8度 而窄房的氣溫也升到15.7度 德國隨著一度冷風 晚上橫過日本 全國的氣溫又迅速下降 今早東京的氣溫只有12.7度 而窄房更加指揮3.4度 預料今晚氣溫將會進一步下降 北海道將會跌至0度以下 灌凍和關西也會跌至10度以下 接著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氣 大阪平浪東京天晴 廣州多雲 公門下雨 廈門下雨 台北下雨 上海多雲 北京多雲 沈陽多雲 首爾多雲 曼宮明朗 吉隆波下雨 新加坡雷暴 雅加達下雨 古之明史明朗 馬尼拉明朗 墨爾本多雲 聖尼多雲 布里斯班洛雨 佩林頓 霍林頓 高克蘭天晴 邓馬有霧 新加坡有霧 卡拉奇天晴 温哥华骤雨 三藩市天晨 六三基天晨 纽日天晨 多伦多天晨 芝加哥骤雨 罗马多云 塑尼细落雨 巴黎有霧 科拿克福落雨 伦敦多云 阿布斯特丹落雨 日本港方面 截至夜晚7点半 预测大致多云 有几阵雨 明天如晰 漸转频密和有狂风 天气显著较凉 气温由午夜大约23度 下降到明天最低的大约19度 翠和温至清净的北至东北风 利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 海有涌浪 展望星期三间中有雨 天气仍然较凉 星期四风势缓和 今个星期后期天色较为明朗 日头气温稍为回升 天气讲到这里 拜拜 我优优于经营珂 顾